欢迎收看 晋级的台湾 我是世珍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彰化有一间隐身在市场 经营超过一甲子的肉干老店 许多人都是从小吃到大 老店传到第三代秋信汉 依然是延续着 爷爷和爸爸的精神 严格把关肉的品质 制作过程中完全不加香精 他还研发新口味跟形状 像是柠檬圆烧肉干 加入鲜榨柠檬汁 吃起来清新爽口 甚至研发出烤肉酱 提升香味跟口感 才为酱烧猪肉干 鲜甜多汁不死咸 原本在外闯荡多年 做美法业务的秋信汉 究竟为何会回家接手老店 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OK 来看看 像我们的肉酥 平常如果要配饭 或是做配粥 都很好吃 这间位在市场里的肉干专卖店 开店至今超过一甲子 传到现在第三代了 许多人从小吃到大 是一种记忆中的味道 过年过节我就会买这家礼盒 送给朋友 因为他们家真的设计得很时尚 像柠檬我就超级喜欢 然后像我自己的男朋友 就很喜欢吃蒜味的 因为男生都喜欢吃 我们就重口味的 下酒就很适合这样 就是我外婆家 其实在这附近 所以小时候 就是跟妈妈一起回娘家 就都会来这边买肉干 所以算是从小吃到大 它口味其实蛮多的 而且我每年都会一直推出 新的不一样的口味 然后像是那个什么柠檬元烧 它的柠檬就很香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 让客人回味再三的味道 从制作的源头就严格把关 选用当天现载的猪后腿肉 油脂含量比较低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油脂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去除的动作 抽杏汗细心的处理生肉 这是攸关肉干口感 很重要的关键 过程当中全程保鲜 还得特别注意温度的控制 大概1.5 1.5 1.5度 猪肉会因为我们的 每个环节的制成 温度会一直升高 猪肉开始会自身细菌 那个效率上会变得 不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源头的 刚开始的控管是非常重要的 眼前耐心地跟我们解释 每个环节的 就是肉干店第三代 秋信翰 从小背负长辈期望的他 对于回家接班 内心曾经非常的排斥 爷爷其实他是 823退休的 退伍的军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严谨的 而且很有纪律的一个长者 对我们来讲 我们看到爷爷是 会跑掉的 尤其他对我是特别严格 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其实并不太喜欢 待在家里 个性叛逆 喜爱自由的秋信翰 不喜欢被约束的感觉 所以出社会之后 选择做美法业务 关于家里的事业 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奶奶有一天晚上 她拨了一通电话打给我 那其实蛮沉重的 然后她跟我告知的是 爷爷的身体状况 其实不好的 那我刚开始听 我是觉得很好 那我应该要常常回家 去看她 可是奶奶的意思却是 希望说已经有到 这个状态的时候 希望我可以回家 开始接班 是时候该回家了 尽管心里依旧 不是那么的情愿 但肩上的责任 终究是躲不了 像这样的年轻 就其实是够的 初心翰觉得 既然决定接手 就要认真地去面对 他用新的钻研食材 与制成的原理 从头开始去学习 除了延续传统 也开发新的口味 对 因为我觉得台湾 有很多很好的水果 那你是不是可以 把水果放进来 去做不同的改变 对 那这个也是 致敬我爷爷的精神 就是他以前 有讲过一句话 就是要把食物 尽量回归最原本的样子 对 所以不添加香精 一直以来是我们的精神之一 于是他独发奇想 把柠檬夹进肉干里 但开发初期 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做这一款 其实在刚开始 做大家研发了一年 其实我们一直找不到一个 关键的原因 会觉得说 柠檬汁要出去就好了 然后甚至说 柠檬的味道怎么出来 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尝试 他才研究出 柠檬皮在榨汁的过程 可以压出柠檬油 本身就带有天然的香气 再来我们加我们的液体 液体的原料 像高粱酒跟我们的油 会加高粱酒的原因 其实主要回归到 我爷爷早期 因为他是823炮装的军人 以前我爷爷奶奶 他们在金门的时候 他们做料理 不管是腌制东西 还是说要煮三餐 他们其实都用 一定会加高粱酒 所以爷爷他们 在制作肉干的时候 也很喜欢加高粱酒 只是比例的多广 到现在到我们这一代 不管我们开发什么新的原料 新的口味 我一定会加高粱酒 进去 除了保留记忆中的味道 冲心汉也想要用肉干 来创年彰化在地味 他和百年酱油厂合作 以酱油为基底 搭配蔬果高汤 历经数十次的调整口味 终于呈现出 专属台湾人的 烤肉酱烧风味 我们这个高汤里面 有苹果 洋葱 蒜头 然后还有鸡骨 然后大概要大火炖煮 四十分钟的时间 比较清甜 那我们把这个高汤 煮起来之后 再添加进去 我们的烤肉酱里面 去做混合 然后最后去熬煮 对 那个烤肉酱 做起来就不会死甜 炒焦糖 洋葱这个环节 其实是整个做烤肉酱里面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因为如果说你炒过头焦味 你到时候的烤肉酱 就会有苦的味道 那如果你炒不够的话 那个焦香味就是 有一种碳薰的焦香味 是出不来的 把洋葱跟糖炒到出水之后收汁 再点黄褐色结晶体出来的时候 就是焦糖洋葱 接着加入辣椒 酱油 虾茶 蜂蜜等 还要加蔬果高汤一起熬煮 尽管制作过程废食耗工 秋心汉依然延续着 爷爷的做法和精神 早期我爷爷用这个煮台的方式 这个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 抗三联的一个工具 那你要炒不停地 上游烘烤 上游烘烤 长达一定的时间 那它自然就会形成一种 抗三联的一个效果 依照爷爷的做法 秋心汉每个步骤都不敢马虎 肉尼经过四十小时的静置 要再次确认中心点温度 在合适的范围就可以做形 它也针对现在人的需求 调整出适合的大小 并进行两个阶段的烘烤 做低温的原因是因为 肉是生的 主要是在做脱水的动作 低温完之后做高温 我要在短时间 温度大概在两三百度的状态下 把它的香气整个逼出来 所以吃到的肉干 就会有烤肉干的感觉 经过两个阶段的烘烤 提升了口感香气 也把肉汁锁住 才是酱烧口味 肉口可以感受到 甘甜的酱香味 吃起来完全不死咸 柠檬肉干有着 清新又爽口的独特滋味 每一口都能尝到原味的肉汁 以及柠檬水果淡淡的香气 蒜一口肉干清甜蒜香 肉口之后还能感受肉干的盘牙感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除了味道的提升 他们还和食盐所合作 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 我们在美迪的制作的时候 肉干的保存最关键是在水果性上面 从制成的管控 然后到产品的干燥度 干燥度的检测就是在水果性上面 所以我们在美迪出来的产品 我们都会监测它的水果性的标准 只要在这个范围内 那代表这个产品 就是可以卖给消费者 肉干是邱家一家三代的回忆 也凝聚了彼此的情感 邱心和希望延续爷爷的精神 在保留传统中走出创新的路 让好味道持续飘香 了解 你爹 你不去 帮助 那你也不去 几乎 应该 我 你没有 我